高雄城中城火災 燒出了全臺老人住老屋的雙老危機 都市的租金居高不下 絕大多數的房東也不願意 將房子租給老人家 最高齡者面臨老無居所的難題 像是新北市三重二十九間 也是老舊房舍 暗藏了消防的風險 但是房租一個月五千塊 也願意接納弱勢的房客 因此就被視為是獨居老人的失樂園 地板堆滿便當盒 垃圾 電風扇 機滿厚厚灰塵 延長線雜亂無章 新北市三重區位於正義南北路交界的 住商集合大樓 俗稱三重二十九階 屋齡超過四十年 環境昏暗潮濕 鏡頭還拍到老鼠的身影 但一點八坪大的房間 租金一個月五千到七千塊不等 外頭房東不願出租 也付不起高昂租金的獨居老人 生障人士 但是這裡對他們來說是僅有的避風港 高雄城中城火災 燒出全台老人住老屋的雙老危機 崔媽媽基金會曾調查 高達九成的房東 不願租房子給老人家 三重二十九階就算建築發生過火災 鋼筋裸露 租客人常年居住於此 這不是只有三重的問題 而是全世界的問題 因為老年人所有幾乎都是單身 所以很多屋主也變成怕他的房子以後 租給了他以後會變成兇宅 三重二十九階的房屋相當狹長 超過五十公尺 但是穿越長廊的鏡頭 評估費用超過三百萬元 而且需要產權人自行出錢 全台還有多少老舊房舍像這樣 是社會邊緣人的失樂園 也是賭上性命 消防風險的殘酷樂園 記者 郭俊麟 新北市報導